我 林峰 小月 你醒了 我 別動 你剛才撞到了頭 我現在帶你去醫院 剛才 是夜紅洞的時候 停車 怎麼了 不用去醫院 我沒事 我想一個人靜靜 好 那我陪你 小月 你怎麼了 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你叫我什麼 小月 我 小月 沒事 沒事 我就是有點滴血糖 休息一下就好 來 吃個糖 一會兒就好了 你怎麼知道 我滴血糖喜歡吃這種奶糖 我瞎買的 可能碰巧了吧 真的只是隨便買的 那當然 你帶我去個地方吧 好 我帶你去醫院 不 我想去看靈天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來這兒嗎 當年我被綁架 就是被關在這兒 靈天來救我 他就是在這兒死的 靈先生這麼好的身手 到底是誰殺了他 我不知道 當時那個人戴著面具 他打傷靈天就跑了 靈天被送到醫院 沒有搶救回來 他就這麼沒了 當時我們剛結婚 我們還沒來得及去賭命 他就這麼走了 還不是因為你這個掃把星 你怎麼在這兒 你害死我師兄 現在帶著你的拼膚 在這假惺惺的演戲 少惡心我 你 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我就罵他怎麼了 騷貨賤貨 掃把星 你敢打我 你到底是什麼人 有什麼會給我們龍門的武功 你沒資格知道 小心 鐵雲 你怎麼樣 我的眼睛 我看不清楚了 我幫你學睡 怎麼樣 還疼嗎 你怎麼這麼傻 我不想再有人 因為我受傷了 我總是給別人帶來不幸 別說胡話 你沒事吧 口男女 早晚讓你們死在我手裡 怎麼又是你 我膩膩為了找死是吧 是不是你害死的靈天 你放屁 是葉雲那個狐狸精 害死了我師兄 那你為什麼幫王波 是不是你跟王波勾結 一起綁架的葉雲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站住 說清楚再走 媽媽 媽媽我不想動手術 鴨鴨乖 動了手術咱們就好了呀 可是我怕疼 打了麻藥就不疼了 那林叔叔怎麼不來看我 叔叔這不是來看你了嗎 林叔叔 我們鴨鴨這麼勇敢 好好做手術 這是叔叔給你的獎幣 謝謝叔叔 真是麻煩你了 我說過 我們之前不用這麼客氣 我去給你倒杯水 你腳傷還沒好 走路別這麼急 叔叔 你給我講個故事吧 好 朱先生急了 講得實話 這麼高級的鞋 我們也買不起 侯罪掌櫃 好像看出點人道 在叔叔身身後 使勁讀他的肥藥 果然啊 燕蜀先生陪著笑臉說 請您不要客氣 我們怎麼能收 熊貓先生的錢啊 好 今天我們就講到這裡了 啊 叔叔 你不是認識我爸爸嗎 我爸爸會講故事嗎 他有你這麼帥嗎 你爸爸 可比叔叔帥多了 我爸爸是不是 再也不會回來了 葉玉怎麼了 沒事 葉玉 我 葉玉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啊 葉玉 叔叔我媽媽怎麼了 啊 雅雅怪 自己玩一會兒 我跟媽媽有話要說 好 內心靈的孩子 搜尋於幾分幫我 他們請了國外的專家 我只是個助手 做不了什麼 好 葉玉 你怎麼了 小白 是你啊 你怎麼臉色不太好啊 沒事 沒什麼 我聽說 壓壓上我動手術 所以過來看看 謝謝你啊 還記得我 應該的 畢竟林隊長 您對你現在的時候 這個賤人 真是越來越無法無天了 媽 你快點替我做主啊 去 把他給我叫過來 我打過電話了 說是在醫院 給那個小孩子動手術 動什麼手術 不死了算了 你還有臉回來 你看看 你跟你妹妹搞成什麼樣了 掃把星 你倒是說話呀你 什麼時候見王公子 我不去 你這個白眼啊 我們葉家養你這麼大 供你吃供你穿 哪裡對不住你 讓你去王家也是為你好 你為什麼偏要跟我們作對呢 奶奶 她搭上了那個叫林峰的拼頭 當然不願意嫁王家 她呀 就喜歡盜天 我告訴你 這次你得罪了王家 給我們葉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失 你知道嗎 把你賣了都賠不起 我會為葉家挽回損失的 挽回損失 就憑你現在這個樣子 要想挽回損失啊 除非你拿到漢堂集團的訂單 媽 你也太抬舉他了 漢堂集團是什麼所在啊 就憑他做夢吧 不想嫁 那你就想辦法接單子 這周六有一個商務酒會 就在唐朝酒店 到時候漢堂集團的人都會參加 你要是接到訂單 我就暫時放你一馬 你要是接不到訂單啊 自己掂量這半吧 奶奶你可別便宜了她 她都把我害成這樣了 放心 她要是接不到訂單啊 我會替你報仇的 到時候 那可不是送去王家 而是紅燈區 怎麼了 有什麼不對嗎 不是 是你太好看了 你真會開玩笑 呀 這是什麼瘋狗 擋在路中間啊 我們走 葉元 你是見到男人就想要嗎 把這種貨色帶到酒會來 丟我們葉家的臉 你說誰 誰接話我就說誰呢 你 你敢打我 怎麼 第一次打你嗎 方安 方安呢 瘋狗亂廢 別理他 我們今天是來拿訂單的 好 看在葉雲的面子上 今天先放開我 走 葉元 這位是 這是我朋友林峰 幸會 林先生 幸會 請問林先生是做什麼工作的 他呀 就是一個坑門拐騙的垃圾 我們走 別走啊 心虛啊 你 你想幹嘛 這裡可是漢堂的酒會 我不想幹嘛 只是想讓你閉上你的臭嘴 你敢破我 你這個混蛋 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你 混蛋 別給你的膽子感動我的女人 親愛的你來了 這個混蛋他欺負我 你是想死 來人 讓我私裡倒 來賤了我弄死 怎麼人敢在這裡鬧事 朱小姐你來了 就這小子在這兒搗亂 別生氣看我幫你教許他 瞪著幹嗎 把拖出去 你你幹嘛 抓他抓他呀 吵死你 丟出去 等等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可是張氏的繼承人 我爹是張國強 什麼張氏人是 在我們漢堂眼裡 是垃圾 朱毛 你不過是漢堂的一條狗 你敢動我 老闆呢 那喊出來 跟他談合作 我們老闆很忙 沒空見你這種垃圾 你 走 放開我 完了 張婧這小子他都不發在眼裡 靠你們進來的廢話 那有什麼下場啊 是啊 他剛才還牛得一塌糊 我怕一會兒要哭爹喊頭吧 林先生 我代表我們老闆 歡迎他